嗨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景向龙 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打招呼 今天是我和二小来到成都的第一天 昨天晚上12点多赶到成都 今天早上起来在五猴瓷逛了一大圈 因为世界特别的赶 今天在五猴瓷转完以后拍了一些视频 回到酒店把视频制作完 然后我在来成都之前 有个粉丝阿姨留言说 到成都了一定要联系她 然后现在是下午的快七点钟了 我们赶车 到阿姨给我们说的那个地方去 到成都了一定要吃火锅 我们俩现在到了王阿姨 给我们发的这个位置这里 现在我联系一下王阿姨 看她在几楼呢 我俩还给王阿姨带了点 美的特产 喂 王阿姨好 我到了这个川西巴的门口了 你们在三楼啊 好 我们两个在门口接啊 好 叔叔好 我们两个 坐坐坐 第一次是吃这样的火锅 咱们这里是直接学好菜到三楼上去 服务员就给端上来了 你现在前面再看一下其他的菜 都点了很多了 叔叔特别热情 一会服务员给我们单上来 走 咱们上三楼走 阿姨 谢谢你这次到成都 我到成都你热情的招待 我们两个特别激动 对不对 请我们吃火锅 我们高兴的不得了 你应该带点陕西的特产 我带了 你是不是说一下 你刚才说是通过霞姐的视频 你看到我的是吧 对啊 我给你带了点 这个我们三楼的小米和粉枪 谢谢 你看一下这个是谁的 霞姐的吧 哈哈 霞姐 我 霞姐拿到你的这个了 我很喜欢你哦 霞姐看到视频就这样 这是霞姐的小米 你要打一下 你查查啊 谢谢啊 好好好 阿姨 你们在成都 成都过多长时间了 我可能是十几年了 哦 时间长了 因为退了休 然后就单位给我们分了个房子 就定居在这了 这是我的第三故乡 那你的第一故乡是在哪里 我的第一故乡在甘肃 牛家霞的 对 南车市 那第二故乡在哪里 在拉萨牙 就是你这次去的这个地方 哎呦 太好了 因为就在福达拉红底下 我的单位就在拉萨市邮政局 哎呦 那好 这一次我就在那里 好好拍拍 把你的第二故乡也拍好好的 好 这就是 我认识你很高兴 哎呦 谢谢阿姨 然后你回去跟霞姐说 我非常喜欢她 没问题 喜欢霞姐 然后欣欣 然后李宁 然后李宁 亮亮 杏仁 都喜欢啊 跟霞姐说一下啊 好的 一定太好了 还有你喜欢你 然后那个 你弟弟叫什么 叫做二小 二小 很欢迎你们到成都来 非常欢迎 好 你和叔叔 下一次到 我们爷爷来做客 到霞姐家去转 必须的 好 如果滴了 想吃什么味儿 自己调嘛 到拉萨去了以后 首先第一句 要去说 对人家说 这些滴了 怎么说 这些滴了 哦 对 到布达拉谷好好地欣赏一下 他的状况 送一半 足处 Yin 喝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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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川西高原 向西深入 进入拉萨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拜拜